美国与阿富汗长达18年的战争 如今战购已断落 2月29号 美国与阿富汗民兵组织 塔利班领袖成功签署协议 阿富汗政府及塔利班 也将进行协商 朝结束战争的目标迈进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首批美军即刻撤离阿富汗 根据协议内容 美国将在135天内 缩减住阿富汗的美军到8600人 之后与盟邦则在14个月内 完全撤出在阿富汗的剩余部队 2001年9月11号 恐怖分子挟持4架民航机 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大楼 及华盛顿特区外的五角大厦等地点 造成近3000人死亡 启动一连串反恐战争 美方掌握极端组织盖达首脑 兵拉丹是恐攻首谋 而他当时藏身阿富汗 接着美国展开攻击 轰炸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目标 尽管塔利班很快就失去控制权 但并没有消失 他们持续与阿富汗军阀的民兵作战 形成抵抗 并透过贩运毒品累积数十亿美元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在2009年上任后 宣布阿富汗战争新战略 2011年由于首脑兵拉丹遭击毙 欧巴马宣布已达成阿富汗战争目标 将进行撤军 但2015年又因为情势不稳 推翻撤军计划 美国与塔利班纠缠近18年 共计超过77万名美军驻点阿富汗 其中至少2万人受伤 2300人死亡 而阿富汗部队也有6万5000多人死亡 约4万5000名平民丧生 长期下来双方都付出了承统代价 这项协议的签订可说是美国总统川普的重大外交成就 也让川普履行当初的竞选承诺 撤回海外美军结束无止境战争 中央社综合报道